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海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那个位置呢 我自己是非常熟了 因为那连着浮游街 再连着另外一条街 原来叫西安门大街 那我现在不知道叫什么 原来叫西安门大街 连着北海的这个正门 那整个这一川下来呢 在它的西侧 也就是在浮游街 跟西安门大街的西侧 是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 那浮游街的对面那是北大医院 这是前后的这个位置 那从北大医院的一侧 可以从中南海 直接进到总参总政 军事秘密 地下都是空的 地下都是军事指挥所 这是当时的位置 所以我个人知道 如果去那儿的人 其实他十有八九 去的是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 那是一个大院 那现在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 所以当时发生的事情 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的 对吧 出现的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当时的整个氛围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有些警察讲了 我印象最深的说 一个女警察跟其他的男警察说了 说你看看人家修炼真善忍的 连烟头都给摘走了 捡走了 这是当时我们看到的 所以整个那一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当时为什么造成这种状况 透过这个影片 我们朋友会都了解到 在当初 十五年前 十六年前 为什么出现了后来 震惊世界的消息 那包括后来一连串的 去年我们曾经给大家播放过的 有关活摘器官的 一系列的事情 它的起因 它的最开始的源头 都从这个影片中 从这个地方引出来的 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第二段的内容 信访制度是中共建立了一种 让底层百姓反映冤情的渠道 虽然常常不管用 甚至上访者会遭到打击报复 可是为了营救被无理抓捕的同修 这可能也是唯一的办法了 家住北京东直门外的刘胜 是骑着自行车前去上方的 我家住在东直门外 然后沿着大概 五轨电车 106 107路那个路线 然后从东直门 然后走北新桥 然后过鼓楼 然后那条线过去了 反正大概骑车 用了大概 至少是四五十分钟吧 没有碰到红灯 全都是绿灯 1999年的时候 刘胜在北京的一个外企当会计 那时的他二十多岁 和父母住在一起 是他们最疼爱的小儿子 1989年 刘胜曾经参加过六四 这次去上访 他心中隐隐地有些不安 出发前 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 确实想到了 要去中南海 就是一天门 可能就永远回不来 有这个想法 就是觉得 还是写个东西吧 就是表达 对父母亲的养育之恩 写完以后 好像心情是挺平静的 真的是 没有那种 特别悲壮的感觉 然后写完以后 就放在我那写的台 抽屉的最上面 抽屉是没有锁的 然后把抽屉一关 就准备走了 然后因为当时是 不想让父母亲知道 所以我推移把那录音机 你练功音乐 就是没有关 准备就出去 我家的有一个 住在楼房 当时是有房当门 我出第一 刚把自己家门打开 再打开第二道门的时候 其实我父母亲已经起来了 我母亲还跟我说 说你把录音机关上 然后回去 我把录音机就关上了 然后我就走了 就在刘胜 一路绿灯 骑车到达中南海附近的时候 很多学员也陆续赶到了 中南海 这个用红墙围起来的神秘之地 是中共政治最敏感的地区 即使匆匆而过的行人 都能体会到 那种平静的表面之下 涌动的肃杀之气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去得比较早 可能是不到早上 七点钟就到了 到了之后 突然间就看到一些便衣 对我们很凶的吼 就不让我们在那站着 快到八点的时候 我就发现 就让我刚才很吃惊的一件事情 发生了在眼前 那个警察本来是 把这个浮游间封住的 我知道前面就是中南海 那么警察拿线封着 我觉得是很正常 他不是让这些人去吗 但是我发现 这个警察 他把警戒线拉开 指挥着学员 指挥着这个浮游界北口的 这些这么多学员 往这个浮游界里头走 那就是到了中南海的正门 我当时感到很吃惊 我说这个警察今天怎么这么好 怎么会帮助学员去这样做呢 连一个出口 中南海的出口比较近 他们就解放军执勤完以后下岗 他们当然没有带枪了 只不过是说下岗他们走了 但是不久他们这拨人 我看又回来了 匆匆忙忙就往回跑了 有那么两三辆车 从那个中南海里面开出来 但是那个车当时是蒙着窗沙的 看不见里面 可能就是对看不见里面 那个围着我们至少 在我眼前应该是转了两三圈吧 就是走了两三个来回这样 后来他们说说那个有摄像机 里面看见摄像机了 当时我先生就一下就 本来他在后面说站了很长时间 说休息一下 他一听到这个赶紧就站起来 然后站到前面了 我说你干嘛 你不坐着休息一会儿 他说那个我得挡着 因为他比较宽嘛 就是他说我得挡着后面的老年同修 他说那个挡着他们 如果忽略那些行为诡秘的警察军人和摄像机 那么这里的一切可以说是非常的平静与祥和 在那个四月的晨光中 法轮功的学员们排在那里 两边看不到尽头 前面的学员站着 后面的学员坐着休息 有的看书 有的练功 没有人打标语 也没有人喊口号 人们自觉地让开人行道和盲道 马路上的车辆也畅通无阻 因为我练法轮功已经练了四年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法轮功在一起 当时的心情也是好像很震撼 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安静 如果看一两个人这么安静 好像没什么感觉 可是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 那么近 那么面目表情要非常的和善 就心里感到 如果你没在现场 你是感觉不到那种气氛 我到早上九点多钟的时候 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九点多钟将近十点的时候 当时我已经有点 起得比较早 七点多钟去有点困 因为有点打小盹那时候 突然间就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 我当时就惊了一下 然后我就一看 看见朱镕基从中南海里面出来 朱镕基当时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他穿着一件夹克 就变装就出来 而且就是满面笑容 很随便的样子 而且就是说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他一个警卫都没有带 他就一个人从中南海里面走出来 然后等他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 从里面跑步出来 两个人跟着他 那两个人也不太像是这种武警 或者是便衣 好像就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一看总理出来了 就是秘书什么之类的 就这么跟着出来一样 朱镕基就 他当时离我大概 我想可能有50米的样子 所以我听不见他说什么 但是我能看见他 看得很清楚 然后朱镕基就跟大家谈话 他说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他说你们不是有宗教信仰自由吗 当然有学员就低声的就说 我们是练法轮功的 我们来反映一下情况 因为大家就是从不同的地方来嘛 互相也不太认识 有些还是从北京郊区的农村过来的一些阿姨啊 老大爷啊 他们看见朱镕基问这个大声的问话呢 还不敢不太敢回答 那朱镕基就问他说你们有代表吗 你们找出代表 选出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 你们这么多人我也没法跟你们谈呢 然后听到这个话呢 我其实实际上离朱镕基就也就几步吧 就到对面 然后我就先主守了 我说我可以去 石彩东大师正就读于中国科学院 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博士班 是一个靠才华和勤奋 从安徽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 1996年 在长春地质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 他开始学习法轮功 常常在学校主楼 地质工前面的广场 和大家一起练功 对于中央有些部门 对法轮功的打压 他很早就感受到了 专案法轮因为被国家新闻出版署 禁止发行 我们就在长春就写个信 去反映这个情况 给国家新闻出版署 写这个上访的信 说应该允许专案法轮公开出版发行 当时我们很多人写信去反映情况 那时候我还是在读硕士研究生 写了很多信 但是没有一个人受到回信 情况就一直没有解决 就是说 国家就根本就没有解决这个事情 本来这件事情 我也是想就是要反映的 所以我就当时也就举手 就把这些情况想一块反映一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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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